奥斯汀是德克萨斯州的政治中心 奥斯汀周围的这些小镇 共同组成了德克萨斯州的烤肉中心 这里牧场遍布 如果你爱吃肉 你会觉得就像到了天堂 奥斯汀居民乔治和马利安 常常来到洛书花费镇上的特莱茨市场烤肉店 我们今天在烤肉中吃饱了 这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最好的地方 我们有鲜鱼 鲜鱼 和鲜鱼 几种常见的烤肉品种直接摊放在牛皮纸上 难以说 他们全是最喜欢的 他们选购的肉看上去足足有两棒重 一顿能吃完吗 我们全是老人 没办法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我们有小腿 赫莱茨市场在德克萨斯烤肉袋上规模最大 能够同时容纳近600人进餐 这就是德克萨斯烤肉店的特莱茨市场 变大 烤肉的炉子当然也多 赫莱茨市场共有八套 所有的烤炉都按照传统方式建造 燃料采用当地生产的小橡树 它其实肯定是一样的药 所以如果有人想清除土 最多的东西是烤炉的 奥斯丁一带众多的玻璃 为橡树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 以橡树为燃料 德克萨斯烤肉才别具风味 基斯是克莱茨市场的第三代传人 这儿没人用温度计来测量肉是否熟透 他们靠经验 罗伊不是普通的厨师 他已经获得了炉灶大师的头衔 罗伊每天的任务包括了生火 上肉 调整各种肉品在烤炉中的位置 确保品质 罗伊掌握着烤肉的关键工序 在此之前为肉摸好调料的工作也很重要 香肠加工也是如此 德克萨斯的烤肉店全都是自己加工香肠 牛肉占了75%以上 饱满而且多汁 德克萨斯烤肉店的顾客 90%以上来自外地 埃拉也喜欢跟各种各样的客人打交道 他可能是德克萨斯所有烤肉店里资格最老的柜台服务员 所以拥有柜台大师的头衔 但是他并不觉得自己老 我还有39%以上 德克萨斯中部烤肉的传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之后 大量的移民从德国和捷克移居德克萨斯 当时这里盛产棉花 雇用着大量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工人 德国和捷克移民开办肉类市场 来为这些外来工服务 再来自市场的前身 就是德国移民开办的肉市场 另外一家著名的老字号 开了小镇上的路易穆勒烤肉店 从前也是德国移民拥有的肉市场 从2008年9月开始 维恩担任烤肉店的第三代掌握 维恩和雇员们经常从凌晨就开始忙活 他九岁起在烤肉店给父亲帮忙 不过他的管理才能 并不全靠户辈的盐传身教 他还拥有工商管理硕士的教育背景 在用现代概念经营餐馆的同时 路易穆勒烤肉店仍然尽可能的特首传统 包括这些用过几十年的餐桌和椅子 路易穆勒烤肉店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德克萨斯烤肉国务馆 Wen的爷爷和父亲用过的所有主要物件 包括了老招牌都含有着 烟熏火料的痕迹 还有成年的油腻也都一并保存着 按照德克萨斯人的说法 烤肉店的机构越多 肉的味道越好 人们在寻找生活更简单的 我认为他们在寻找一个地方 在那里可以来休息和休息 几十年来 在德克萨斯历次烤肉店的层体中 路易穆勒从来都在最佳之列 店里的名片墙也成为德克萨斯烤肉袋上 著名的艺术品 从1960年代初开始 店里的客人们就喜欢将名片贴在这里 让他们饱吸油烟之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维恩一直坚持按照爷爷留下的习惯办事 每天上午十点 在餐馆门口插上国旗 作为开门营业的标志 在保持传统的同时 维恩也开始引进一些反应饮食新风上的品种 比如麦类的面包 他们还提供半只鸡 土豆沙拉 凉拌卷心菜也都能看到 但这些都只是烤肉店里的点缀 最受欢迎的还是高脂肪的鸟肉 这就是我们最 popular cut的鸟鸟 它持续最多的味道 这是我们叫做的模式鸟鸟 这就是我们叫做的模式鸟鸟 当鸡蛋液热了,所有肉的厚度在外面 开始浸泡了,这些脂肪就开始浸泡了 它开始浸泡到肉的厚度 然后将它继续继续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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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对,这就是一个美丽的鸡蛋 真的真的 来吃烤肉的客人都在品尝美好 他们有没有担心过摄入高脂肪食物导致的健康问题呢 如果我会吃烤肉,我会吃烤肉 我希望它很好,这就是它的味道 我真的喜欢更均匀的 这家人从加州来 他们在一天半之内走过了五家著名的烤肉店 如果我们在两天到十个地方 那会不会健康 但五个地方,就不错 我喜欢这些小小小的地方 那些人必须要走五十公斤 才能到达到最后的一家的烤肉店 就是这个烤肉店 它是一切的美丽 你不会有机会看到任何其他地方 这就是一口味的Texas 从五十年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